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1.7度 而天气冷感冒人数就多 现在更爆出有医院发生了A型流感的群聚感染 这当中还包含着护理人员 截至21号已经有6名的护理人员和7名患者 一共13人确诊A型流感 院方出面说明已经针对他们和病患 进行了预防性的投药 也加强院内消毒避免疫情扩大 流感疫情急剧攀升 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的那颗病房 更爆发A型流感群聚感染 北市卫生局表示 从10号开始就有一位住院病患确诊 隔天同病房的护理人员也确诊 18号又新增三位护理师和一位患者 截至21号共有13位感染 这几位的护理人员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大概都有接受疫苗的接种 疫苗也不是准备 一个都会百分之百都有护理 要求就是针对这个发烧的工作人员 是绝对不能再来照顾病人 应该请他休息 那至少他用药之后 他没有再使用退烧的药物 那同时他又退烧24小时之后 才有可能是可以出来工作 院方表示目前六位护理人员 都在休养当中 其中五位已经退烧 而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内科病房目前不会再接受新的病患 也针对约有50位医护人员 和20位病人进行预防性投药 我们在环境的消毒上面 会出假年的消毒一天三次 那在人员的管控上面 大概会严密的发烧的监测 那如果有泪流感的症状出现 那我们一定是在院内就进行预防 目前掌握到的最后一位患者 发病时间是21号 往后计算八天之后 如果没有再出现新的流感患者 病房就会恢复运作 待新闻综合报道 好 面对流感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机关署统计上周的类流感 就诊人次一共有9.4万人 跟前一周相比上升了6.2% 并发重症的人数更高达57人 创下单周新高 其中有近五成都是中壮年人口 一是说明中壮年如果缺乏了 疫苗的保护力 就算免疫力比较好碰上病毒 反而可能让免疫系统过度反应 引发细胞激素风暴 增加并发重症的风险 强烈大陆冷气团持续发威 气温激动 流感疫情更来势汹汹 机关署公布上周类流感 就诊人次一共有9.4万人 以A型流感为主 并发重症人数 高达57人创下了单周新高 不仅如此 这波疫情 更有明显的南北差异 主要是北北基陶柱苗 这几个县市 以及我们三个离岛的这个部分 那可能因为这个冬天比较温暖 特别在中南部的关系 所以在中张头 还有南高坪的部分 这个流感就诊增加的情形 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另外在并发重症的57人当中 一共有53人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更有近5成是30到64岁的中兆年 显示流感病毒危险族群 恐怕不再限定 婴幼儿与年长者 医师更指出 中兆年缺乏疫苗保护力 即便免疫力比较好 但碰上病毒 可能会导致细胞激素风暴 适得其反 细胞激素风暴 就是说当你在跟那个病毒打架的时候 你会细胞释放出一大堆的激素 那这些激素也会同时伤害到 我们正常人的细胞 医师也观察到门诊病患 确诊B型流感的人数有增加趋势 目前流感疫苗还有6.8万剂 下周二会再回补4万剂 这次呼吁民众要尽早施打流感疫苗 增加保护力 大海新闻 杨韵子科兴志台北报道 女性面对生理期疼痛 都有自己的独门偏方 像是有不少人觉得吃综合感冒药 对付疼痛很有效 也有女性生理期不舒服 又碰上了感冒 干脆止痛药加感冒药一起吃 药师说明这些通通都是NG的行为 不仅造成身体负担 严重的话还会引发肝毒性 甚至导致猛暴性肝炎 生理痛是很多女性 每个月都得面对的大魔王 有时候会冒冷汗 肚子脚痛很像就是肠胃炎那样 大部分都吃止痛药 就是还是不要吃止痛药 该不该吃止痛药各有看法 但如果生理痛又碰上感冒 两种药一起吃 很有可能引发肝毒性 甚至会导致猛暴性肝炎 市面上所有的综合感冒药 只要讲到感冒这两个字的话 大概是在九成九几乎 都是含乙锡安分这个成分 在止痛药的话第一线是最常用的乙锡安分 如果这样合并使用 确实往往有时候可能会有超量的这种危险 以一颗含有500毫克乙锡安分的筋痛止痛药为例 一天可服用八颗一共4000毫克 如果再吃上一颗含有300毫克乙锡安分的感冒药 加起来就是4300毫克 无论是台湾或美国标准都已经超标 另外也有不少女性认为单吃综合感冒药 缓解筋痛相当有效 但里头如果含有二氢咳代因 一不小心就会成瘾 可以止咳止痛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有些状况感冒药里面 因为可能含了这些 可是这些如果说你经常性的一个使用的话 吃下很多其实我们本来不需要吃的成分 包含咳嗽啦流鼻水的成分都在里面 其实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还有人喜欢大量购买日本感冒药 除了不清楚外纹成分容易过量服用 也有可能放到过期让药品变质引发身体过敏 要是呼吁无论哪一种不舒服症状 遵照医嘱服药才是正确之道 大约新闻杨韵茨克兴致台北报导 观众朋友您跟家中长辈是透过讲电话 还是视讯联系呢 根据一份美国期刊研究显示 长期使用视讯和家人联络的长辈 能够降低一半罹患忧郁症的几率 现今繁忙的生活 好险有发达的通讯软体 要联络长辈动一动手指 轻而易举 不过您都用电话还是视讯呢 有空就打电话 视讯比较少啦 打完电话之后 大概一段时间就会回去了 应该是视讯比较高兴 你可以看到的 女儿 好想你喔 根据调查 台湾大约有五成的长者 都会使用网路通讯软体 几乎每两天 就会和家人视讯的郭妈妈 就是其中之一 小孩大了各自成家 视讯是她排解想念家人的方式 我会跟她说 阿嬷爱你喔 还要像一个才可以挂掉 看得到啊 很自然的就会安心跟放心啊 不只排解想念也能降低孤独感 根据统计 老人忧郁症 盛行率大约10% 通常丧失独立性 人际关系网络和成就感 都是造成忧郁症的主因 而根据一份发表在美国老人精神医学期刊的研究显示 如果长期使用视讯软体的长者 比起只使用电子邮件 社群平台和及时讯息聊天的长者来说 忧郁程度都降低了一半 视讯聊天的这一个武器 这个工序 能够促进老年人跟 不管是亲人或是朋友的一个互动 所以可能是社交参与 可能是跟亲人的情感连结 那最终都能达到说减轻她的孤独感 然后到最后变得能够减少她忧郁 医师也提醒 通常长者忧郁都会伴随着身体疼痛 如果发现江中长辈老是无故喊疼 却找不出病因 只要特别注意是否忧郁的形象 大家信任雷雅检员集 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最新消息 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宣布与美国断交 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 承认美国的反对派领袖 瓜伊多是临时总统 总统川普总统川普 在大批的民眾支持下 35歲的反對黨領袖瓜伊多 週三自行宣誓 就任臨時總統要結束馬杜洛的政權 美國總統川普也隨即 透過白宮新聞稿表示支持 就是這個舉動徹底惹惱 現任的總統馬杜洛 奮而宣布斷交 並且要求美國的外交人員 要在三天內離境 再來看到美國中北地區的 威斯康星州下起了大風雪 遭通事故頻傳 部分的學校因此停課 推雪機部分昼夜 不斷地來回清理道路上的積雪 威斯康星州的積雪高達10到20公分 另外由於道路表面結冰附近的伊利諾州 和堪薩斯州也因為路況不好 車輛衝出了高速公路 交通事故頻傳 另外在南韓 觀眾朋友如果最近有計劃要前往旅遊 要特別注意了 最近在南韓水豆和麻疹都大流行起來 連首都首爾都有疫情傳出 南韓到現在一共有31起的確診病例 有一半都是4歲以下的幼童 疫情是不斷地擴散 但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病毒的爆發源頭 皮膚上密集的紅點讓人看了頭皮發麻 這是麻疹患者的症狀之一 現在南韓爆發疫情範圍甚至擴大到首都 根據南韓疾病控制預防中心表示 過去一周新增加8個病患 到現在總共有31起確診病例 其中有一半是4歲以下幼童 第一起病例出現在大邱市 有7000人甚至還和患者接觸過 接著疫情向外延伸到 青上北道 京畿道 最新的患者出現在首爾和全羅南道 目前還沒找到國內病毒爆發源頭 不只麻疹、流感和水痘也在南韓大流行 光是去年12月的流感人數就比往年增加6成 感染水痘的病患人數也打破先前紀錄 當地疾病管制中心呼籲 這三種疾病會經由空氣和飛沫傳播 感染力很強 也呼籲民眾最好二次接受疫苗接種 避免疫情再擴散 大愛新聞 鄭宇軒編譯 專題報導 際遇 西利亞內戰打了快8年 很多難民在土耳其也生活了將近8年 無論是身為主人的土耳其人 或者身為客人的西利亞人 他們都是被迫共處在同一片天空 小致飲食習慣 大到工作機會 再一再都需要磨合 彼此的心路歷程又是什麼呢 烽火之下 量搶而來 北漂的敘利亞人 要在最短的時間內適應這塊土地 比方說土耳其人是這樣宅配到付 市集裡什麼都有 但得先看得懂價格 地上有電車 地下有地鐵 還有一輛挨著一輛的公車 以及永遠不變的死車 走在路上 彼此一眼就能看出 誰是客人 誰是主人 不過 當敘利亞人的密度越來越高 有人開始張望 很多人在台場上 以前從 oil 土地上 很像 古今 現在還沒碰到 現在是蘇聯製 他們在拉來6000人 現在還沒碰到 老公 他們又把這個公司 然後他媽咬 他的兒子 河去葡萄 華爾啡和敘利亞人 共支一條路 生产线上分工合作 在别人的土地上讨生活 从来就不容易 还好有他乡固知 人情暖 阿里先天残劫 刺激送毛毯到大家 刚好遇上房东 原来他已经两个月没缴房租 但房东不以为意 可是房东先生也有过不去的地方 说起食物 叙利亚人有自己的骄傲 这个是叙利亚小朋友很爱吃的零食 像是芝麻棒 在斯丹佳琪街头 常常可以看到这种 专门叙利亚食物的杂货店 经过了七年的磨合之后 虽然两国人民还谈不上水乳交融 但至少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生活方式 如果有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有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不可以问一下 我们不想问一下 什么问题 不想说什么 我现在不想说什么 我说有些人在战场 在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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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国家 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国家 帮助 但是 还有帮 之后我们应该支持战争 国家的金融部分 政治游戏 那种东西 平水相逢 磨合难免 但百年才得同传度 此生相遇 岂是偶然 主人以受助 是一个善的流转 今日曾给予温暖者 他日已不受风寒 也是一份温暖 自己在厄瓜多维和港 举办一整活动 有大学的牙科医学生 也一起加入志工行列 这次是一个访问 我最喜欢我 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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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学习 这些关系 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社会 最少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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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的国家 我们喜欢参加 专门国家 这些我来援 我们从来看 我们的票 是何几格 专门 跟老师 师 结果 专门 我们现在的 Ti Ma 他们很期待成为参加的Ti Ma 他们想参加我们的活动 来做这些区域的区域 我们很高兴在这些联合 因为他们想到学生的学生 学习能够服务的感情 那就是像Ti Ji 在这些学习能够服务的活动 是很棒的 有些人不仅认为自己的社区 而是可以帮助自己的服务 外国的地方 Ti Ma Ti Ma Ti Ma 提到非洲您会想到什么呢 多数人恐怕很难跟时尚画上等号 但现在非洲的时尚力量正在兴起 很多非洲设计师积极地提携后劲 并且坚持使用当地女性手织的布料 或是一定要选择环保的材质 今天就带您看一场 在非洲赛内加尔首都达卡 举办的国际时装大秀 达卡时装周上 模特各个手机不离声 大玩自拍 画风看似违和 却显示时尚界真掀起一波 非洲浪潮 非洲时装设计师马列安保 在巴西出生 在象牙海岸长大 并在美国受教育 不过他选择回到象牙海岸创作 认为非洲寻根才是他的灵感来源 还有非洲女性设计师积极在国际抢占一席之地 同时不忘让世界看见非洲 所以每次你买一部分 你会在这些年轻人 未来的领导 莉莉阿芳索的时尚设计公司 刻意雇佣马拉威当地员工 更特地向行动不便的织布师采买布料 她更积极提携后劲 免费培训年轻设计师 不只非洲大陆孕育行锐设计师 就连东非的海岸线 也成为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我的阿菲莉是很色彩的 和我的家 我是阿利西亚 我从马瑞西亚的模特 从湛蓝的海浪到红叶的珊瑚 不但泳衣图腾 由爱丽西亚浪催轻手绘制 就连材质也讲究环保 部分来自废弃于望 或是时尚界对非洲的印象 是浓浓民族风的图腾和手工艺品 如今非洲设计师品牌逐渐崛起 独特的美学风格扩张时尚版图 过去时尚界对非洲的印象 是浓浓民族风的图腾和手工艺品 如今非洲设计师品牌逐渐崛起 独特的美学风格扩张时尚版图 他是台湾第一位眼盲博士 当我被贴上例子的标签的时候 别人看到的是我的成长 不是我的能力 他创立台湾第一家 视障者工作的咖啡店 我到了这边我才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是台湾第一位眼盲博士 劳资纠纷的部分的话 可能会面对到比较具体的法律问题 也许是像是那个有没有职业灾害的问题 大爱全球新闻 带您一起关心后天失明者的职业重建问题 MING PAO TORONTO 新闻最后带您到中国大陆四川的自贡市 是相当有名的灯笼产地 农历年即将到来 自贡市已经办起了灯会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